人口增长给食品部门施加了增加产量的压力 从而导致收割和加工活动产生的农业残留物激增 为了满足世界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求 世界各地的许多农民转向使用化肥 尽管这些肥料可能在短期内提高产量 但它们往往会造成长期的土壤和环境问题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一个来自伊朗和德国的国际团队 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提出了一个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通过石灰辅助水热辅植化 将甜菜将转化为环保肥料的方法 这一过程不仅可以减少有害的芳香物质 还可以提高水碳和有价值的人造辅植制的产量 与传统方法不同 适用石灰可产生富含钙和煤等重要营养素的肥料 并保持中性PH值 为农业生产提供更安全 更高效的替代方案 这些石灰强化的产品 已被证明可以显著促进小麦生长 并且可荣性产品对大型水灶没有毒性 这表明可持续农业方法取得了重大进展 本论文2024年3月发表在生物燃料研究杂志上 我们呈邀您在期刊网站上免费阅读全文